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5号早上8点多 从台铁瑞芳车站上车之后 频频脱下口罩还大嚼槟榔 女列车长健壮好意上前劝导 要求他把口罩给戴上 没想到这个男子不但不配合 还标骂三字经 挥舞手部 甚至故意触碰女列车长的胸部 列车长立刻通报铁路警察来协助处理 将这名男子给戴下车 列车因此延误将近半个小时 周年男子怒气冲冲 被远警带出火车站 不断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暴怒 但他不止标骂女列车长 还动手动脚 全因为现在规定 搭火车就是要戴口罩 偏偏他就是不配合 事发就在5号早上8点多 51岁何姓男子 从新北市瑞芳站上车后 过程中不断把口罩拿下来 浇槟榔 到基隆百夫站时 女列车长上前要求他把口罩戴好 不然就下车 没想到男子竟然口出恶言 还动手对女列车长习凶 女列车长也强势反击 通知警察到场才开车 列车也因此破天荒 因为旅客不配合戴口罩 延误了将近半小时 以请铁路警察局检程相关的市政 基隆市政府卫生局要来进行开罚 这对男子习凶以及出言辱骂的行为 女列车长还在考虑是否提购 但男子违反防疫规定 以含报基隆市卫生局开罚 卫生局表示如果行为属实 一传染病防治法 可处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还 呼吁民众防疫非常时期 千万不要挑战公权力 记者综合报道